是這齣劇也吸引了很多 不是傳統我們會看表演藝術的朋友 很多上班族去看對不對 沒錯 我覺得大概真的有超過一半是 可能是馬克爾粉絲上班族來看 平常不會進劇場看戲的朋友 所以他們對於你們演的那個 辦公室的戰場的狀況 其實有很多是可以共鳴的齁 可以感覺到他們現場真的 觀眾的回應就知道他們是有共鳴 最大的一個是我們在排練場還沒有遇到 然後才不知道就是有一個點 馬克爾他加班 一直重複在一個加班的輪迴地獄裡面的時候 然後他一直接到一通電話 就是重複的接到說馬克爾換個設計吧 客戶才是真正的設計喔 就他已經設計好了 但是一直重複接到這部電話 然後他可能又睡著了 又再接到馬克爾換個字體吧 剛剛不是發生過了嗎 然後那時候觀眾是完全大笑 有一點就是發洩就爆炸 哇這太嗨了 因為我們已經沒有預期到 但是我們已經說到他們的心坎裡了 因為全部的菜鳥跟上班族 最想跟主管說的就是這幾個字 對啊 就是我設計好的設計 然後一直亂改 對改來改去 對啊 主管可能都搞不清楚狀況 就是要改你的東西 對啊 那一句台詞可能真的 就是那一小句 就當下就可以真的覺得 舞台上的演員跟觀眾 那個連接就是對 上班族的 但是在台上會覺得很好笑 就是哇大家壓力真的很大 對啊 有時候來紓壓一下 真的也很不錯 對啊 其實裡面真的有 像你剛剛說的 裡面有很多很經典的台詞 對 比如說 真正的職場就是戰場 或者是上班一天人間十年 我覺得有很多 尤其我們把馬克那三個漫畫 變成舞台上演 很多都讓人很印象深刻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幫老闆擦盆栽 然後老闆一下子叫我搬到A區 搬到A區的時候 老闆會忽然說 是誰叫你搬到那邊的 你怎麼笨啊 醜得要死 影響風水 再搬到B區 我搬到B區的時候 老闆就說 是誰叫你放那邊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會對觀眾說 聽說 魚的記憶只有7秒 你說什麼 7秒 這麼短啊 你剛剛說幾秒 老闆馬上就忘記 這是馬克他的操畫 你真的 對 然後我們把它演出來 這個觀眾 一方面有共鳴之外 二方面也真的講到一個事實 就是老闆永遠都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然後講過的話就忘記 對啊 這次編劇也是加入了很多 蠻經典的一些台詞 不管是從馬克的原著裡面 或是他自己觀察了那個 職場的現況 然後把它寫下來 就跟觀眾的回 從觀眾的反應當中可以知道 真的是有打到他們心砍裡去 兩位在排練的時候 有把你們自己的親身經歷 或者是在排練的現場的時候 就跟編劇一起互動 改變了一些內容嗎 有 在前期的時候是有的 前期我們在發展的時候 編劇會希望我們也是丟一點 演員即興的時候丟一點東西給他 對 讓他可以再多多 再把它完整化這樣子 那其實我覺得沒有特別說丟自己的 什麼東西 但是因為 畢竟 表演就是我們的工 就是我們的 我們是用身體在創作 專業 我們身體在創作 所以我們在 在創造角色的時候 其實都是加入了 蠻多都是加入了自己的經驗啊 或是自己的觀察 自己的想法 而且我們已經 其實馬克五斗米靠腰這個 已經在八月的時候演過十三堂 然後演完十三堂之後呢 我們自己也有檢討啊 或者是看一看問卷 會想說哪些地方還可以在更精短 或者是更精彩的地方 我們也有在 為了九月 在調整 對 我們在調整 甚至我們有段落是重寫的 真的啊 對 像我們中間又表達一段是 上班族的加班無間地域輪回 然後我們一直重來重來重來 那時候我們自己在看的時候覺得 是不是會有些人看不懂 對 或者是會不會太長 對 所以我們又花了一個下午 又把它重新討論 然後把劇本的結構什麼的啊 就編劇 導演 演員都照來 是 然後我們又 又講出一個新的邏輯 然後加入一些時事 或者是讓 讓它更精短 對 那一段我記得我們演是十五分鐘 然後現在我們彩排 在排練的時候是十分鐘的結束 但是期望那十分鐘可以比 笑點更密集一點 更精彩 對啊 所以馬克他自己看到這個戲 他的反應怎麼樣 馬克是蠻喜歡的 對啊 從排練場的時候 他就蠻喜歡的 對啊 聽說他每一場都去看 幾乎每一場 嗯 有這件事情蠻讓我驚訝的 想說哇 他真的很 他真的蠻喜歡 也很 很在乎他的觀眾 很在乎他的網友 朋友們 因為很多都是他的網友啊 朋友 買票進機場看戲 然後他的作品可以辦到舞台上 我覺得他自己也很開心 也很興奮 對啊 好其實我真的覺得靠腰有時候 就是一種 心理建設 對 其實像你們剛剛說了 你們如果不滿意自己的作品 也是會回家 徹夜重改 全部重來重寫 而且我真的真心的覺得 主管跟員工之間 倒也沒有這麼的對立 就大家都希望這個工作可以做得更好 是啊 就像其實這麼多藝術家 就是為了要完成一個很棒的劇作 會願意一直改 不停的改 改到最好為止 菜鳥們應該也都是這樣想的吧 是啊 對啊 對喔 那我們就希望 所有的上班族 進去看兩位的作品之後 也可以開心大笑 然後最後帶著健康的心情走出劇場 然後繼續你的上班族人生 沒錯 謝謝 其實謝謝兩位 謝謝